大家好 我是Frankie 上次跟大家說了開箱那一幕 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近時有一支舊的Thumba 現在有一支新的Thumba 各方面的表現是怎樣 例如操控方面 影像方面 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我先跟大家講一講 它的操控方面和外觀的改變 現在講一個新版本 這個復刻版的Thumba 大家知道它有一個遮光罩 它的頂部的蓋子是加厚的 沒有那麼容易脫掉 這裡你看到光圈直 有紅色字和白色字 兩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紅色字代表是加了Center Filter 這個是Center Filter 加了的時候它就看紅色字 紅色字呢 就去到6.3 如果你再過的話 它會中間影像有一個黑點 就不行了 不可以超過6.3 這裡的白色字 就是沒有用Center Filter 光圈直會大一點 這邊也是 光圈直是沒有Center Filter的光圈直 那我先講一講它的對焦 對焦呢 這個新版本是很順 是由1米前一點 去到無限遠的 它這個行程呢 都比較長的 行程比較長 你看到它的伸縮也很多 上面這裏呢 就加了Center Filter 由於這個是全新的鏡頭 我就不加進去 另外呢 講一下 舊 原裝版的那支 你看到這個 蓋子是薄一點的 頂部的盒子是薄一點的 容易比較脫 這個其實算很好的 80年還能保持蓋子 有一個Center Filter 這個就可以 remove了出去 給大家看 Center Filter 中間有一個點的 其實 是一樣的 兩個看 大家都是 白色字 就2.2 2.4 2.6 紅色字 就2.3 2.5 2.8 去到6.3 然後呢 下一部分 就remove了 Center Filter 那時候 就是 拔掉了Center Filter 那時候的毒素 9 12.5 18 25 鋼圈呎 的 coating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不同的 一個是有coating 一個是沒有coating 是白玻璃來的 早期那個是白玻璃 至於這個 鋼圈方面 新裝這個 就多了一個 6-bit code 可以認得出鏡子 是什麼 當你下了鏡子的時候 它有data 可以看到 而舊這個 就是 螺絲鋼 L39 的鋼 這個鋼 就要加一個 才能用在現在的 譬如說 240 SL M10 的相機上面 用這個 螺絲鋼的時候 就要用回 這一隻 有圓底的 雖然兩隻都能用到的 但是 有機會 譬如說 我之前試過 就是用SL的時候 沒有了這個封底 它認不到這支鏡子 變了 不停跳一些不同的數字 那240 我沒有試過 如果用這隻 有機會 會出事的 就算它說 你不認它 它都自己不在那裡跳 變了有些 用的時候操作 沒有那麼順暢 就建議用這個 在Focus方面 大家其實都是一樣 由1米前一點 去到望遠 距離 都比較 遠一點 你會看到 都是浮得比較多一點 這個是 它的動動方面 當然這支鏡子 始終有80歲 在操控方面 會沒有全新的 這支 那麼 那麼 穩的 會差了一點點 但是 都 相當不錯 大致是這樣 跟著 再跟大家看看 拍出來的相片 會是怎樣 兩支鏡子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鏡頭大家看過了 相片看過沒有 現在給你看看 左手邊 這個是 舊分霸影的 右手邊 這個是 新分霸影的 舊分霸 你看看 散景和新分霸影的 有什麼不同 舊分霸 其實有一點點 旋轉 新分霸 只是一點點 波波 至於 其實我覺得 新分霸影的 反而略為 更 霧化一點點 OK 現在就看 收了一些光圈 2.5 2.5 光圈 對了 看到 新的 Fumbar 霧化程度 就少了些 朦朧程度 少了些 其實屬於 可接受的範圍 主題 都OK 不會太 soft 散景 也是剛剛 比較偏多些 而舊那支 其實也看到散景 是收了一些 主題 也扎實了 OK 我們載一下 章 這個 就去到 3.2 光圈 3.2 光圈 看看 舊那支 旋極 那個 旋 後面那個 散景 依然是旋轉的 只不過是 那個程度方面 是 減弱了些 少少 那麼主題 也是 sharp多了 放大看看 sharp多了 至於 新風華方面 散景 就沒有之前 那麼誇張 再 修煉了 少少 但是就很有趣 在這個時間 你發現 其實 它 這支 新的 風華 有少少 螺旋散景 反而 之前傳開 不是很明顯的 這個情況 當它收了之後 就明顯了 好 最後一張 當它扭到 紅區 6.3 光圈 大家看看會怎樣 收到最盡的了 已經是 如果是有 Center Filter 的時候 OK 放大一下 看看 實淨了很多 新風華 明顯是 在6.3 減的時候 它的銳利度 是強了很多的 過散景 也收了很多 其他 其實互相 都是保持了 它之前的 色底 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總括來說 一個情形 就是 這兩支 風華 如果說 操作方面 在使用的時候 比如說 Focus 調教 Aperture 就是 光圈的時候 你會發覺 新的G 其實 得心應手很多 因為它 順一點 相對來說 順一點 始終是 brand new 全新的 舊的 都是80歲 怎麼都會 差了一點 在衝的方面 新的G 是比較好用的 而且 Hoop 會比較緊 CAP 也會比較緊 而 舊這支 其實 每一個光圈 可用程度 反而 是比較高 即是 當它全開 也好 收到2.4 也好 不是2.4 是2.5 也好 3.2 也好 其實它 是可以 OK 可以用的 那張照片 不會太朦朧 太軟 太軟 所以 其實 這四級光圈 它是一樣 可以用得著的 而操控方面 新的這支 就會比較好 這是大致上 他們 不同的地方 至於你說 喜歡哪一支 可能你真的要試一試 自己感受一下 不同的鏡頭 有什麼感覺 影像出來 和實質用 是兩樣東西來的 看看你自己喜歡 好像這支 它是會鬆一點點的 因為始終太久了 之前的年份 所以你看看你自己喜歡 很感謝大家的觀看 如果接下來 我們會不斷 會再有新的片 上載出來的 你有興趣的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在尖沙咀 其實有兩間分店 如果你親自過來找我們 都可以的 一間在黑德道 尼威雙月大廈 一間在香檳大廈 17號APL 多謝大家收看